城市碼在云端白板也有啦 那我有改一個地方 就這個地方 那這個地方可能一定要學會啦 為什麼?因為將來你可能 尤其是跨工作表 如果不同工作表 它的總列數一定是不一樣 所以呢如果你假設不會向下追蹤 像這邊好了 比如說駐磚0組好了 0組是101 可是駐磚只有多少? Ctrl向下 它只有多少? 它只有到40 所以呢它的總列數不同 那如果你假設要套用到別的工作表 那就會出問題 所以呢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今天希望做完之後呢 領主 辦事員 助理員也全部做完 的話 該怎麼辦 那各位可以看到 領主 他其實 結構上面的話呢 其實跟什麼呢 跟我們 這個 這個結構部分的話呢 其實跟什麼 跟剛剛的這個駐磚一模一樣 所以其實你公司是可以直接把它帶過來的 那辦事員也是一樣 這邊都一樣 位置也都一樣 那不一樣的地方就是 它總列數不同 也就是說 這個地方的話呢 它的總列數 總列數的話呢 這個65 有沒有 那剛剛40 所以如果假設我們要讓它可以向下追蹤的話 那就可以全部把它一次完整 可是 我要怎麼樣可以讓它切換到下一個工作表 有沒有 所以這個是第一個工作表 切到第二個 再把 剛剛公司做一樣的動作 然後做完之後的話呢 再換下一個工作表 有沒有 做一樣的動作 然後再換下一個工作表 所以呢 接下來的話 我們就必須學會 一個 物件 叫做工作表物件 那如果你要練習的話 你可以從那個 檢視裡面有個叫即時運算視窗 這個視窗 那你們這個慢慢在 第一個 如果假設你要執行什麼動作的話 其實你可以在這邊打 那比如說我原來住磚 我想要切到零組的話 那你很簡單你可以打一個SHIT SHIT 在這邊打一個SHIT 加X 那SHIT的話指的是工作表物件 那後面刮弧的話 他會出現index 意思是說你要切到第幾個啊 那我就輸入2好了 因為我現在在第一個嘛 所以這個是1 那這個就2 所以跟他講 第二個刮弧 那如果我要切過去的話 很簡單 叫點slater 所以喔 我如果把這個程式寫完之後 按enter 那我們看一下 他會不會切到零組呢 有沒有發現 這個時候的游標已經切到零組了 那你想說 老師我要切到第三個怎麼做 很簡單嘛 就是SHIT是什麼 3.slater 有沒有 你會發現他已經切到半四元了 那同樣的道理啦 如果你輸入4的話 那他就切到助理員 那如果你要切回去的話呢 那輸入1不就好了 所以喔 假如說呢 你希望 能夠切過去做一樣的事情的話 那我們第一個 當然呢 我們可以什麼 假設 這個可以關掉了 關掉就從這邊叉叉關掉 那我如果考評 我要做一樣的事情 那我可以先在這邊 先寫一個回圈 什麼回圈呢 先幫我切到第一個 做這些事情 再切到第二個 做一樣的事情 第3個第4個 所以很重要喔 這個地方的話呢 我們就必須把剛剛的切換 外面再包一個回圈 所以打一個for 前面習慣是用for i啦 不過i已經被用掉了 所以我們用for s好了 s的話指的是哪一個 shits 哪個工作表的簡稱 等於什麼呢 第1個 到第4個 因為只有4個工作表 需要做一樣的事情 Enter兩下 打一個next 所以有for就有next 那我做什麼呢 我做幫我切過去的動作 所以切過去的動作是shits 挖斧 然後呢 剛剛不是先切第1個嘛 柱磚的話 然後再來 所以喔 你會把s裡面剛好1到4 所以裡面放s就可以了 再加一個點slate slate的話呢 就是 幫我切到那一個工作表 所以喔 切到那個工作表之後的話呢 做什麼事呢 就把底下 所以特別注意喔 再把底下剛剛寫好的這個for net 把它移到哪裡呢 移到這個程式的下面 不過記得要縮排 為什麼 因為如果沒有縮排看起來 其實不太容易閱讀 所以 一般習慣是在這邊先Enter一個換行 然後把底下這一個 剛剛寫好的for net 就直接移動到裡面去就好了 移動特別重要 我習慣是把它選起來 再按下滑鼠左鍵拖拉 拖拉到這個位置放開 那各位可以看到喔 我就把這個回圈放到裡面來了 那最後呢 如果說 可以 因為for net這邊感覺是同一階會不清楚 所以 我 習慣上放進來就按個TAB鍵 讓它換到下一階 為什麼 因為 先執行外面的回圈 再執行這個裡面的回圈 做完之後 再換到下一個 所以 意思說先做完 第一個工作表 做完 這些動作之後 再換下一個 下一個是下一個工作表 所以喔 這樣理論上 程式就寫完了 OK 然後呢 我們接下來可以來執行看看 會不會 照我們要的結果 所以我們第一步 也許先把 第一個先 這個先清掉 假設這個清除 那我們來看一下 清除完之後呢 接下來 我們剛剛是沒有跨工作表 不過現在是跨工作表 跨工作表 當然如果你不確定是for OK的話 我是建議你可以按F8 或者射中斷點 這個好像前面都有講過 因為我發現很多同學要 找出程式的錯誤 很容易就是說 直接就這樣run 一run 錯了 哪裡錯不知道 所以建議啦 最好是如果你要找錯誤的話 還是按F8 或者射中斷點 F8 然後只要游標放在變數上面 它就會顯示 這個變數裡面 現在 放什麼資料 放1 所以 意思就是說呢 我要切到第一個 所以現在已經是第一個啦 所以它不會動 沒關係 第一個 那做什麼事呢 幫我把 公式通通丟進去 所以它丟的範圍就是 for i 等於第三列 到它的最下面 最下面40 然後這個跑完 那我這邊射中斷點好了 讓它全部跑完 因為 跑的話如果你一直按F8 一直按 它會跑跑跑跑 跑很久 所以呢 我乾脆 我的習慣這樣 你這一段先全部跑完之後 然後呢 請你在這邊幫我停下來 所以按 先設這個中斷點 你跑完就停在這裡喔 然後 讓它run一下 跑完之後 那我要確定說 它會幫我切到0組 所以這個地方 射中斷點 它就停住了喔 這個時候 s是不是等於2 s 所以按F8 所以這個時候 記得中斷之後 就不是在 再按 全部執行 你就可以在這邊 針對你要 除錯的地方 按 F8 這個可能要 學起來 因為我發現 很多同學 程式會寫 但是問題 不會除錯 這就麻煩了 就有點像是 你 其他OK 但是問題 你找不到錯誤 那 等於是說 你找不到錯誤 等於你 算是會寫嘛 但我覺得 也只會一半 所以盡可能 還是學會 那個 出錯的技巧 那這個也是書上最不好 不 不容易表達 你會發現 基本上書上 講到 除錯的地方 實在太少了 也就告訴你 怎麼寫 但是不告訴你 怎麼找出錯誤 所以 這個也是一種訓練 那我是提供我的 除錯經驗 我發現這個方法 很容易就可以找到錯誤了 而且你可以 慢慢 知道說到底 你寫的對 還是不對 所以你會發現這邊停下來 然後我切到第2個 所以按F8 那你可以看一下 目前有沒有切過來 有了 切到0組 再來的話 做什麼事 做一樣的事情 所以就讓他 全部跑 全部跑 OK 執行 你會發現全部跑完了 然後再來的話 一樣 這邊停住了 所以再讓他怎麼樣 再跑下一個F8 他就切到第3個了 辦事員 所以做什麼事 做一樣的事 OK 好 然後 再來的話 切到第4個 所以 這邊 S現在4 切到第4個 所以第4個也把他全部做完 好 這樣就大功告成了 好 不過有一個缺點 感覺好像少了一個 最好是助理員做完之後 再幫我切回到第1個 所以怎麼做呢 一樣 就是把這邊呢 最後呢 在End Sub的上面 多加一行 什麼哪一行呢 拿這個複製好了 幫我切回到第1個工作表 這邊的話 可以把它改成 序詞1 點 Selet 這樣就更完美了 那同樣的方法 錄阿清除怎麼清除 倒也是一樣 所以喔清除的話呢 你可以拿 剛剛 寫好的這個 4i 有沒有 等於1到4 然後Enter兩下 打一個Next 然後呢 接下來的話呢 在中間呢 一樣寫這一行 做這一件事 幫我切 切過去之後做什麼呢 不是輸出公司 而是剛好顛倒 幫我把那個裡面的資料清空 所以這邊的話呢 把這個清 中的你可以拿掉 然後把它移到這邊來 然後按Tab鍵 做法其實跟剛剛是一樣的啦 然後最後的話 幫我切回到第1個工作表 第1個工作表怎麼切呢 拿這個複製好了 這樣比較快 OK 好 這樣的話呢 就大功告成了 那最後當然中斷點如果不要的可以 再它點一下 這樣就不會停了 如果再點一下 它就停住了 OK 那一樣啦 如果你要 增錯這個清除的話 你也可以在這邊 射中斷點 它會停住了 所以讓它run 它停住了 切到第1個 所以切到第1個 切回鑄磚 然後把裡面資料全部清空 清空 清空完之後再換下一個 有沒有 然後再清空 OK 然後一樣啦 所以都一樣 所以我就把它 讓它全部run 所以 第1個清空 第2個清空 第3個第4個 那就再切回到第1個 哇 那就太完美了 OK 有沒有 再切回來 所以剛剛的那個 做 只有一個工作表 但是如果你要多個工作表的話 最重要 就是多增加了 我剛剛放的這個 第一個 就是 哪一個工作表 點slate 再到外面包一個for回圈 for s等於1到4 然後底下有net 再把剛剛寫的程式 放到 哪一個工作表 切過去的下方 所以 這個其實還蠻多地方 可以應用的 以後 也就是說 你有很多 工作表 裡面做一樣的事情 那你就可以用 這個方法來完成 OK 所以其實這個應用面還蠻廣泛的 就是 切這個 切這個 最後再切回去 所以 我建議各位可以找找看 你 工作裡面有沒有 類似的 Excel檔 你就可以試試看 這絕對是 蠻好用的 OK 那最後做完之後的話 我們就可以按一下這個按鈕 有沒有 它就切回來了 那你可以切過來看一下 它就全部都OK了 不過我跟各位講一下 其實這邊有一個地方 是錯誤的 那必須要修正 哪個地方呢 各位有沒有發現 在助磚我們剛剛 名刺地方 這邊是 因為總共會有 40 因為這個 全部的成績 這個助磚是40 所以呢 我們名刺裡面呢 就是以 全部人 40個人的成績 做一個 排名 但問題來了 零組的話呢 他這邊一樣用40 可是問題來了 Ctrl向下 他這邊的話 有101 所以你會發現 底下是 其實會有出錯 為什麼出錯呢 因為呢 你比較的 排名只有 給他選到 40 理論上應該是要101才對 同樣的道理啦 這個辦事員應該這邊 砍錯項 名次也會出錯 後面沒有 因為他這個就40 但是全部 會到65 也不對 那助理員我看 助理員應該也是會 助理員好像就沒有出錯 不過不是沒有錯 錯誤訊息 就沒有錯啦 其實他只有到22 可是我們還是一樣給他範圍到40 當然 他就 裡面是空白 其實沒有什麼差別 只是說 這個地方要怎麼修正 才能夠讓剛剛的程式 就是 完全 沒有錯誤 那重點應該各位可以看到 應該可以看得出來 應該就是這個地方 m 前的符號 dss 後面的40 應該要改成什麼 改成那個向下追蹤 其實 應該可以猜得出來 就是把這個向下追蹤 裡面得到的 值 把它丟到這邊來就可以了 那因為我們直接放 比如說他得到是40 那你40就放 直接放 所以 有什麼方式可以讓他 追蹤到之後 把它存在一個變數裡面 然後這個變數的話 可以拿來 直接塞到這邊來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那我們先完成了 跨工作表的切換 並且執行公式 所以這個蠻重要的 以後 如果你有大量工作表 你可以 套用類似的方法 這個是非常好用 也就是說你如果大量有這些事情的話 可以這樣做 請各位試試看 出色 噢 什麼 我先講 感谢观看